超商店员就在柜台里面一边整理东西一边盯着卖场内的状况 没想到当他转身去网购货架时 刚从前面走过去的黑衣男子突然冲进来 吓得他往后退了两三步 只见这名男子对着他咆哮恐吓要他把所有钱交出来 店员为了避免冲突先拿出一盒备用现金给他 但男子又要求打开收音机 把里面大超全都搜刮走 接着转身离开 事发在基隆市中山区中和路这间巷内的超商 一号晚上八点多 还有店员机警先假装配合 等人离开后马上报案 本案经证讯后依恐吓举传罪 移送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察发现这名22岁何姓男子还是一名毒品前科犯 这回因为缺钱跑去抢超商 得手两万四千元之后 竟然光是买游戏卡就花了九千元 不过短短三小时内就被逮捕 何姓男子抢完前就在路上骑车闲晃 被埋伏的警力团团包围 带个正着 不过虽然说是抢超商 但警方还是依照恐吓取材罪移送递检 原来两种罪名情形不一样 依照嫌犯使用威吓的程度不同 可能是口头警告或是持有武器 另外也要看被害人当下的意识 通常能够主动交付财物的状况 都是属于恐吓取材罪 不过无论是哪一条罪名 都会给予这名大单的嫌犯应有的制裁 可不能让有心人以为 能把超商当成提款机 TVBS新闻 有幸贵张艺科 接龙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